国内香火最旺盛的五大寺庙 去过的游客都说很灵验 是春节祈福的好地方 大家好 我是天天分享旅游干货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语头从此不迷路 在我国 一直以来就有烧香拜佛 祈求平安的习俗 特别是到了春节 很多人就会选择就近的寺庙 烧香拜佛 祈福新春 表达对新年的美好憧憬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我国香火最旺盛的五大寺庙 去过的游客都说很灵验 第一个南岳大庙 南岳大庙是我国江南地区 最大的古建筑群 有江南第一庙 南国故宫之身 根据资料记载 南岳大庙始建于堂 后金堂 宋 元 明 清 六次大火 和十六次修缮扩建 于光绪八年 扩建形成九万八千五百平米的规模 是五月众多寺庙中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一个 南岳大庙分为九进四重院落 四周围以红墙 角楼高耸 寿建三权 闹墙牛柱 拖具北京故宫风貌 南岳大庙是南岳之神 享世的局势 这里佛道共臣 东侧为八个道观 西侧为八个佛寺 堪称是我国寺庙一绝 每年的八月十五 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 不少东南亚的佛国华侨 日本佛教界的人士 以及回乡的善男信誉 都不惜长头跋涉 来这里朝拜 因此这里常年香火不息 南岳大庙及皇家祭祀 民间朝圣 道教公关 佛教寺院于一体 是一个集天地灵气的祈福之地 而每年的勋节期间 很多人都会来南岳大庙祈福 祈祷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第二个普吉禅寺 普吉禅寺位于浙江周山的普陀山 坐落在白华山南 灵旧峰下 是供奉观音的菊萨 受有海天佛国之称 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与法语禅寺 慧吉禅寺 并称为普陀山三大禅寺 普吉禅寺 又称前寺 始建于唐贤通年间 中间经过多次修缮扩建 直到1979年开始全面修复原貌 才有了今天的规模 普吉禅寺有八大殿 其中大圆通殿 是全市的举殿 能成活大殿 这里供奉的就是观音菩萨 一直以来这里的香火旺盛 许多慕名而来的人 在这里拜佛祈福 每年的瞿西跨年时 这里的法师就会和游客共同敲响 这个海天佛国的新年第一生终生 以表达祈求风调雨训 除了敲钟祈福之外 还有镜头香 南海奥佛祈吉香 千年古章许心愿等一系列祈福活动 第三个南华寺 南华寺位于广东省韶关寺 曲江区 被称为冬月第一宝萨 是我国佛教民事之一 中国佛教禅宗著名寺院 是禅宗六祖惠人弘扬南宗禅法的发源地 南华寺建于南北朝 梁武帝天坚元年 天坚三年寺庙建成 梁武帝赤明保宁寺 后面又先后更名为中兴寺法权寺 至宋开保元年 宋太宗赤明南华禅室 一直沿用至今 因为禅宗六祖在此弘法 因此这里也被称为六祖道场 南华寺的建筑面积一万二千多平方米 由朝西门 放生池 宝宁门 天王殿 大雄宝殿 长津阁 林造塔 六祖殿等建筑群走成 而在南华寺最有名的文物 要守六祖真身像了 它就供奉在六祖殿内 坐向通高八十厘米 是南华寺最珍贵的文物 每年的春节期间 南华寺内的樱花和红梅都争先开放 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这里烧香祈福 在六祖殿清晨礼拜 希望新的一年吉祥安康 第四个 林隐寺 林隐寺的名气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 它是我国佛教古寺 又名云林寺 位于浙江省的杭州寺 背靠北高峰 面朝飞来峰 始建于东晋祥和元年 林隐寺的开山走私 为西印度僧人 惠礼和尚 宋宁中嘉定年间 林隐寺被誉为 江南禅宗武山之一 是杭州地区最有名的明煞之一 林隐寺的道祭禅师殿 常年香火不但 据说在这里求愿很灵验 因此每天慕名前来烧香拜佛的人 是络绎不绝 每年的春节期间 这里就会举行敲钟 烧头香等祈福活动 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祈福平安 第五个 法门寺 法门寺又名真身宝塔 位于炎帝故里 青铜器之乡 宝吉市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末年 距今约有1700多年的历史 有关中塔庙十足之称 法门寺被誉为皇家寺庙 因安置了斯加摩尼佛 子骨舍利 而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 因此法门寺的佛塔 也被誉为复国真身宝塔 而法门寺的地宫是距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塔下地宫 在这里出头了斯加摩尼佛的子骨舍利 同佛图 八重宝寒等2000多件佛教宝物 为世界寺庙之罪 如今这些法物都安置在法门寺的珍宝馆内 共游客观赏 每年的春节期间 法门寺都会举办 银群祈福法废活动 以祈福国泰民安 风调雨训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贵州最惨淡的景区 耗资六十亿打造 是于庆年的取景地 现却无能问津 曾经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天天跟大家分享 宇游干货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宇头从此不迷路 这近几年 由于贵州当地对宇游业的大力扶持 再加上贵州丰富的宇游资源 以及优越的宇游环境 让贵州成为了一个宇游乐斗非常高的省份 大有替代云南宇游的趋势 贵州受有千元大省的美称 其境内拥有3000多座公园和景区 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当地在看到这波红利以后 为了更好的迎合游客 就开始大力新建起各种人造景区 而这些景区由于大部分缺少特色 并没有受到游客的乐捧 甚至有些景点最后是门口罗雀 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比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去 贵州4A级宇游景区 就被人们称为贵州最惨淡的景区 它就是秦汉影视城 秦汉影视城位于贵州省都云市 是一座集影视剧创作拍摄 休闲观光 斗驾雨游鱼一体的综合性雨游景区 是兜云三大影视基地之一 秦汉影视城于2016年3月开工建设 2017年7月建成 由6个区域230栋建筑组成 其规模、布局、建筑风格 都是依据史料记载和捐家考证构建 最大的还原了秦汉黄都的建筑风采 秦汉影视城的举题为孟回长安 景区分为黄宫区、外城区、街区三部分 其中黄宫区建有卫阳宫、长乐宫、瑶池、祭坛等黄家灵院 而卫阳宫则是全球最大的汉代宫廷建筑 总面积13万平方米 就是这样一座景区 为什么最后能认为贵州最惨淡的景区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秦汉影视城耗资60亿打造 而门票却只要60块 可以说是非常的良心 这开始的时候 秦汉影视城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但随着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于是景区就打起了门票的举意 开始收起了门票 这一收门票 游客都不来了 其实秦汉影视城在国内众多影视城中 口碑还是很不错的 也是贵州地区不错的打卡地 这里从开业至今 吸引了很多热门影视剧来这里拍摄 其中我们熟知的《斗破苍穹》 于庆年都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 你来这里游玩的时候 如果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遇见很多明星来这里拍戏 深蓝秦汉影视城拍摄了很多热门的影视作品 但依然还是没有吸引更多的游客 来这里游游观光 其实秦汉影视城从迅速组红到衰落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因为收取门票后 所带来的结果 但我认为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 其最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还是景区的创新力不足 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原本就是一座能造景点 谈不上任何历史迪运 但这个景区给人的感觉 缺少一些观赏性和趣味性 也没有文化内涵 再就是景区内的物价也比较高 所以这些才是游客不买单的原因 没有吸引力 没有特色的景区 即使通过包装宣传走红一时 但最后还是化为泡影 被游客遗弃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